在中國呢 它一切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所以你講了什麼WTO 其實他們不關心 這種土匪政權 他不關心這些東西 但是他一切都為政治服務 其實我的解讀是突然搞這個是 第一 他要卡賴清德的2024 造成一種輿論 第二是他真沒錢 他的外匯真的壓力很大 所以說我說過 中國人吃的東西很便宜 他們在中國吃的一般什麼養殖魚類 什麼無鍋魚什麼草魚 那個市面上的價格大概六七塊錢 一斤 我說人民幣 但是我們 我昨天前天在那個 這個聖豪魚的節目 遇到那個陳吉仲主委 他說我們五載魚 池邊的批發價就在兩百多塊 一公斤兩百多塊 那一斤就一百多塊 所以一斤也就是說 池邊價就三十幾塊的民幣 是 送到中國去 那一公一斤不是要賣一百塊 所以政府已經覺得說 我不需要把錢用在這方面 就是太浪費這個錢了 其實他黨裡這個他會 他希望形成一個 以傷逼震 他覺得說 榮敏會覺得說 你看都是你民進黨執政 你賴清德要上來 你賴清德說 你是那個台獨的政治工作者 他就說 所以你被禁 他以為臺灣農民會把這個 怨氣轉到執政黨去了 但是我認為他這個說法是 不了解臺灣的民情 我認為臺灣人 因為南部農民都是本省的 是 臺灣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 是一個重視磁感文化的民族 有羞恥心的民族 不打擾別人的民族 我們是一個反攻自行的人 所以一般人不太會去 就是說 他也很知道 這個事情早晚要來的 是不是 臺灣人說 站著賺錢 我不要跪著賺錢 你一把刀 一把劍天天垂在我前面 我知道他會掉下來 什麼時候掉下來我不知道 不如你早點掉下來 可以給我死心 今天我要把市場可以分散 其實我很多農產品的分散客戶 我前天聽陳其中主委 他說我們分散做得很好 並沒有因為中共卡我們農產品 我們造成農民的問題 甚至很多價格還比當初更高 也就是說 在臺灣人的這樣的一種心情之下 我的產品不是這樣掉下來的 是我努力去耕種 去養殖 這是我有我的心血的 是吧 結果你說禁就禁 然後你要我隨時接受這種不確定感 我認為臺灣人應該是有這個骨氣接受的 也有這個接受 所以為什麼會臺灣有七成的 長得不願意再去申請了嗎 很明顯的 我這東西 你是搞政治你各申請沒有用 政治他就是沒有道理講 你剛剛講道理是沒用的 所以臺灣人看懂 這個我是很欣慰的一件事 我們的隆宇敏他看懂之間 他寧願不去申請 這件事就表示臺灣人 並沒有把他責怪給政府 他知道是你共產黨在搞鬼 這是一種很清晰的認知 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這也是告訴共產黨 你們所謂的 口中所謂的農民 在中國農民是很低階的 是罵人的一句話 你是個農民 在中國是個低階的 但是以前共產黨要起來來說 他是去凸顯工農階層 結果到這個工農階層還是很慘 當然啦 他不是說沙土分田地 分了兩年又收回來 確實分了 不然兩年 現在不是殺這些富豪分財 也是一樣都是那一套 所以說這個東西 臺灣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 臺灣什麼叫農民 那是有土地人的叫農民 那是有資產的 那叫慘狗好不好 共產黨那叫慘狗 跟你們的素質不一樣 所以臺灣的農漁民 他看懂這些事 漁民他要補雲 一艘船也好幾千萬 他不是你們所謂的無產者 他是有產者好不好 這些人也是有一定的素質 他已經看懂了共產黨的問題 早晚要發生的事情 我不如現在來 那很奇怪 像中共當時這個 大量的來臺灣這個採購的時候 或去其他國家說要投資的時候 很多承諾都沒有兌現 像當時說要來臺灣買水果買什麼 講的很多到最後都沒有兌現 但是現在呢 他現在說他不買了 他其實像您剛講的 可能是因為他外匯美金不夠了 但他不買的時候還包裝成說 我是說你有問題 然後我不讓你買 他一定要這樣 做政治打擊 他一定要這樣 要不然哪一天 他拿不出外匯的不是更丟臉 所以說他這一次是 一箭雙雕嘛 第一可以打擊你 他認為可以打擊你 你賴清德的選情 第二他覺得可以省外匯嘛 我認為大概不外這些 所以你跟他講道理是沒用的 他本來就不是講道理的 那就完全證明了當時反而美洲貿易戰打得有道理 因為他就是當初加入這個WTO的時候 承諾15年內要做相關的改革跟承諾 他到現在不但沒有做 他到現在WTO裡面規定被他搞得亂七八糟的 他就擺明我就是流氓 你把我怎麼樣 你不覺得他的做法一直都是這樣嗎 是 人家全世界最有素質的一個場合叫外交場合 對 人家都溫文如雅 然後結果他們派幾個流氓出來 你們趙立堅 其實這個是直接讓全世界看懂 原來你們的外交官是這個素質 人家說你們是流氓國家 是你們自己來證實你是流氓國家 他一切都是這樣 什麼WTO他什麼時候遵守過 他要遵守的話這個世界就太平了 他不會遵守的 所以我常常講他們之前那麼窮 是因為WTO才讓他有機會 把貨賣給全世界 我九幾年就進去了 九幾年中共還很窮很窮 兩千年左右加入WTO之後 他的貿易現在跟全世界可以做 所以他的那個工業化才真的是 那個工業產品才真的是蓬勃發展 是不是 但是他也沒有因此要去遵守WTO的規矩 那我們記得看到就是 台灣在這一波裡面 像加德鳳梨酥跟義美食品 兩個老字號就透露說 因為中共的補件要求 到他們涉及公司的配方等機密 所以他們就放棄補件了 甚至義美是兩年前就放棄了 那台灣的政府食品藥物管理署 14號也證實說 中共確實要求台灣的指定的產品類別 要提供原料配料 在產品中的佔比 要提供產品生產加工工藝 以及廠缺平面圖與車間平面圖等資訊 在台灣不在大陸 無關公共安全 這合理嗎 再來就是說 中共其實長期以來就很為人詬病的 就是它施壓要求外商提交機密 也有一些國際企業疑似遭到駭客攻擊 竊取機密 結果不久之後招牌產品 招牌的產品就突然間由中國大陸的競爭廠商 然後以低價仿冒在國際跟它競爭 有大廠就這樣倒掉了 那台灣的農業者也有養殖技術 水果農產的皆知的育種技術 被弄到大陸去 我記得我在大概20年前的時候 其實台灣想要希望大陸 因為那時候WTO 承諾這個智慧財產權 專利權的相關的保障 甚至育種權等等 希望那個台灣農民可以過去這樣子 然後一起發大財 結果反而是大陸拿了台灣的東西之後 反過來低價跟台灣競爭 所以我想請教您這個怎麼看說 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現象 特別是剛剛居然要求 廠區平面圖跟這個原料占比 這是合理的嗎 當然不合理 但是這個事情不是 他們一直在做的事嗎 說科技業它就是說 我要市場化你的技術 這個他們已經搞了很多年 也不是今天開始搞的 搞了很多年了 可笑的是我們台灣的農業 當時很多人到海南島去 海南島去 農民很多人去海南島 然後在廣東 廣西這邊 很多台灣人去 把所有技術都帶過去了 中國奇怪 中國的水果都很小 我不知道你們去過中國有沒有 它水果都很小 那時候覺得台灣的水果都這麼大 那麼漂亮那麼好吃 為什麼中國那麼小 後面發現中國怎麼在長大 原來是台灣人把技術帶進去 我可以跟您講 台灣進去搞農業沒有一個成功的 一個都沒有啦 做工業還有很多人成功 農業沒有一個成功 我也認識一些啦 認識一些人 最後都是玩景淒涼 技術被人拿走之後 你說你跟他租這個地 他說我租20年 隨時把你收回去 他們想沒關係啊 他把我收回去 他要補償我啊 沒有補償過你一毛錢 所以說台灣人在這個農業上吃的虧 台灣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他們一般人以為說 只有說工業上吃的虧 其實農業吃的虧才大 但是一般那些老農 他回來他也不說啊 他不會台灣人愛面子嘛 不會跟你說我是中國 我中國虧產了 但是這個事情 確實中國人的邏輯就是這樣 你要把東西賣給我 技術要一起給我 就是他們一直為什麼稱為流氓國家 就是這樣子 但是美國人不就是因為這樣 才開始跟他對抗的嗎 台灣人一直沒有這方面 有組織的一些行動 我認為台灣的政府 對這方面可能是有一 真的是有一點點 不夠嚴謹 不夠嚴謹 真的你讓這些技術 一點點流光了 那未來怎麼辦 對 我現在聽到 我們很多農業技術 變成我們第一架被他們競爭 反而壓力很大 很簡單的道理嘛 中國的農產品那麼便宜 我剛剛講過了 那個雨的東西嘛 水果的東西 中國水果很便宜啊 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 普遍還沒有達到 吃水果的習慣 因為還在溫飽階段的人 有啦 有人會買水果 但是不像我們台灣 基本天天 全民都在吃水果 天天都要吃水果嘛 不一樣 那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你說那些打工人 一個月會吃過一次水果嗎 很少啦 而且從台灣把水果賣過去 加上層層剝削 加上這些關稅 賣得實在是真的是很貴的 也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啦 是 所以他這個順利把你封了 因為他會 他也不願讓你發現 原來我中國人也吃不起啦 我一直講中國 其實只有14億人口啦 真正能夠有消費力的 我認為不到1億啦 以前我認為大概1億啦 有消費能力了 現在我認為大概 實際上5千萬不到啦 因為這一波 把經濟打下來之後 絕大部分人 現在的狀況是很慘烈的 很慘的 加上房地產你也知道嘛 是 房地產現在 垮了一大糊塗 最可怕的就這兩三年內 買房的人是最可怕的 因為他沒有想到 房地產跌了之後 他是付了首付啦 已經交了那些貸款啦 加一加 不到他剩餘的價值 是 所以說太多人在斷工啦 這個是很真的是 這個不是說我們 這個是真的 真的太多中委很多 很多朋友在斷工 他不像美國 我還斷工就斷工沒事了 斷工的共產黨 還要把你拍賣之後 還說你還欠我兩百萬 我已經交了一百萬 然後又貸款了幾年 交了幾年貸款 他現在說 剩餘的把你拍賣之後 你還要到欠我兩百萬 我之前已經花了一百多萬 所以我什麼都沒有了 一來一往我可能虧了三百萬 房子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這個國家走到這個階段 其實坑殺都是中產階級 說真心農民也沒有多少錢 讓你坑殺 他們所有的目標都放在中產階級 中國基本上 他地方財政百分之四十 靠賣地 百分之四十 現在地賣不出去 其實確實到處的地都在流標 然後人民也不敢 你在怎麼忽悠他 現在他是開始建立 降利率你知道 中國利率很高 我們台灣可能買個房子 利率可能兩% 他們至少是六% 這麼高 我六%算低了 民間貸款都十幾二十% 在中國借錢 民間貸款至少都十五% 但國際利率現在走那麼低 他這麼高 他就是這麼高 除了他現在 全世界在升利息 他在降利息 他以前太高了 那以前中國經濟還可以 承受得起這個利率 而且中國人很簡單 他認為說 這個房子買來不一定要租 它會漲價 所以高一點利率 他可以接受 但是當這個房地產 整個崩塌之後 他再也沒有能承受得起了 所以我說中國是個 系統性崩塌的國家 他崩塌下來是 各行各業都在崩塌 但他其實房地產 崩塌的危機 其實我們很多很多年前 就各界都已經在講 一定會崩塌 為什麼還會讓他 燒成這個樣子 因為中國人不相信 我在中國跟很多朋友講 我說我三年級就跟你們講 你們要小心 要很小心 你們會迅速反平 其實中國人不相信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這些 是 我也 我剛剛在微信上講說 中國的房地產要崩塌 講了三年到五年 沒有人相信 那現在真的崩下來了 中國是一個很好忽悠的人群 沒有自由媒體看不到消息 就是因為這一群人太好忽悠了 所以共產黨為什麼 可以這樣堂而皇之執政 他用大內宣隨便一宣傳 人們就跟著 就跟著附和了 所以中國現在 你看他們每個人說 結婚一定要買房子 什麼帳母娘買房子 這東西宣傳幾年 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我相信 現實生活中我中國的朋友 經濟稍微好一點 人家沒有人在拿彩禮的 根本就沒有 都是政府在那邊宣傳的 要彩禮 要房子 要車子 逼著你年輕人去消費 所以這一切 共產黨他們的整個宣傳 他們是有一整套計畫的 對 他的官方媒體 其實中共控制又審查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他要 他真的要改變一些事情 他可以去做 但他沒有做 他還去讓那個東西 一直被擴散說 那樣的風氣 一定要買房等等 因為他為了賣地 他們的地方財政是靠地來 賣地來的 所以他就 你想想看 上海有那個房子 一平米三十幾萬 我說的是人民幣 一平米不是一平 不是一台台灣平 你說那個價格成什麼樣 一平大概是 我們台灣的平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嘛 三分之一然後要多少錢 三十幾萬人民幣 人民幣 你把他算什麼 上百萬台幣 什麼上百萬台幣 你把他算三百多萬好不好 所以說這個東西都是他們故意去 他把大城市最高指標讓你看 人家賣三十萬 所以我們這邊呢 比如說我們東莞現在 三萬多兩萬多 那個還會在漲 所以每個人都想 那個還會在漲 是 房地產漲是中國政府的行為 不是人民是被忽悠來的 市場也支撐不起來了 那我們就會看到就是 像民運人士王丹就認為說 這一波中共的行動 他就認為直接解讀是 中共已經提前在介入 2024總統大選 是的 你怎麼看 一定就是這樣子 賴清德目前來講 我相信他是民進黨 唯一的人選的啦 我認為不會再有別人人選的啦 但是賴清德曾經說過 他在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說那個話 我是最忠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個事情在中國那邊 他有很深的印記在的 他有很深的印記在的 所以說他已經開始在打賴清德 而且賴清德出來說 我要選黨主席了 這是表明你已經宣誓選總統了 他開始要打你 但是他 我昨天才在這種節目講 他已經沒有招數可以用 我覺得這招很low 說實在很low 因為我覺得說 我剛剛講過 台灣的農民又不是那麼傻的人 他知道冤有頭載有主 誰斷我的產品 不是賴清德斷的 他以為就像中國一樣 這麼好忽悠 我跟你講都是因為你才害得什麼 不會的 台灣人是會去找那個根源 這就是這句話 冤有頭載有主 所以他這個事情我認為做得不漂亮 所以也就是說他已經沒有一個 他找不到方式去做 你不覺得共產黨對台灣 其實他沒什麼招數嗎 除了超限戰 他確實收買了很多人 我再講一下 我再講一下 最近很多民進黨的人被收買對不對 我不講誰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 因為很多中國朋友問我 最近為什麼民進黨那麼多人被收買 我說很簡單 國民黨親共大家都知道 好不好 因為這種事情 大家已經都司空見慣了 我在收買兩個三個民進黨的 而且還是比較有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不說了 就那幾個 你也知道嘛 民進黨最資深的人 很有效果的 很有效果 這次打學歷打什麼的 你不覺得效果出來了嗎 有聽過學者說 這個其實中共他買 是兩個陣營 他對任何國家兩個陣營都去買 然後讓他去製造分化 這個是沒有錯 但是以前民進黨沒有看到誰被買 這兩年開始有了 那麼這些人突然變得 是民進黨很資深的人 突然講那些話 是真的想像不到的 以前沒有民進黨被收買 現在好像 我是認為 這個是一個戰略 反正我在收買一百個國民黨 效果沒有買你一個民進黨的效果好了 所以這次大選輸成這樣 各種原因都存在了 都存在了 超限戰人家真的打是一流的 我想進一步請問一下 因為我記得賴清德他說 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但其實從某種程度上 其實他穩住了台灣的獨派 因為他說的是中華民國 他是可以接受中華民國 因為以前的獨派是要台灣共和國 但是賴清德講說 中華民國他可以接受之後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很多因為很多獨派相信他 所以其實民進黨政府 反正可以往中間路線靠 能夠穩定這樣的力量 所以照理說他還講過說 親中愛台他是反共 然後希望幫中國大陸民主化 但他一直說我是親中愛台 就是說他認為我是可以親中國人的 然後愛台灣的 只是我們要幫助中國人民族化 他是這樣的一種親中 所以照理說他這樣的路線 其實跟以前傳統的國民黨路線 是在大方向上 其實是在某一個階段 未來要不要兩岸統一是另外一回事 但在這之前的話 事實上等於是藍綠河流 所以他這樣打賴清德 不就等於說你台灣 你任何人都是獨派 我只能這麼講 共產黨他沒有看懂 我們講要滑獨還是台獨 如果讓共產黨選的話 如果你必須選一個的話 當然他現在說滑獨台獨都屬於台獨了 你要滑獨還是要台獨 共產黨要選 他應該要選台獨才對 比較好打 不是比較好打 什麼叫台獨 台獨我叫離家出走 我台灣是離家出走叫台獨 滑獨是什麼意思 我還沒有跟你分家 我還是用中華民國 我是要跟你跟你爭這個中華的 逐陸中原 逐陸中原 所以這個道理他不會不懂 他怎麼會不懂 中國人是很期待國民黨 我在中國認識很多很多人 那個叫國粉 中華民國的那個 中華民國派 他們是很期待國民黨 王思回歸 所以說你如果 你如果讓台灣繼續用滑獨的話 對共產黨的傷害比台獨還要大 但是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把你兩條路 兩條台獨滑獨 以去歸為台獨 這個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法理上就一直提醒世界說 中華民國比你早存在 你才是真正的叛國者 對啊 是啊 這個就是 中華民國的存在 對它是有合法性的問題 是吧 我中華民國一百一百一十幾歲 你才七十歲 你還說我不合法 所以你是有合法性的問題嗎 這個是他們最怕的 其實共產黨最怕這個 他沒有真的很怕台獨 他是境外勢力蘇共的共產國際 那我繼續請教 就是其實中共這種技術性的貿易霸凌 其實我們看到這幾年 特別是貿易戰前後到現在 對日本 對加拿大 對澳洲 對立陶灣等等比較顯著的 那更不用說以前長期那種 要求教機密 要求教科技 跟各種的小手段 這是比較躺而皇之的這幾個 再來就是對台灣 所以你覺得說 他已經在這麼多國家在WTO上 對他要跟他算帳 然後他現在又對台灣這樣做 您覺得台灣的政府跟業者 在因應上 我們如何能夠從治標或治本來說 有什麼可以做的做法 你說去WTO去告 告也是要告 這是一定的 這個程序是一定要走的 但是也不要太多期待 WTO對中國本來就沒有 沒有什麼限制能力 就是這樣才要CPTPP 對嘛 所以說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川普 川普不是說那個WTO的法官 他一直沒拍過去嗎 其實這個東西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其實大家都還活在這個 在這個框架之下 很多人不願意去打破這個框架 但是你要認清楚 共產黨一定不會遵守這些東西 他從加入WTO那天 他就沒有想要遵守了 他也從來沒有遵守過 那世界一直在妥協 全世界都在妥協 因為大家都覺得中國市場好大 其實這個事情到今天為止 你看看日本人 日本人政府花錢 讓日本的工廠搬家 日本人有沒有破例 日本人比我們台灣有破例百倍 就是從大陸搬回去 不是搬回去 是搬出中國而已 你只要搬出中國 你的搬家費的時候 政府幫你出 搬到第三地我也支持你 對 是這樣啊 這個最兩年的是嘛 但是你看韓國到今天 韓國到今天還在依賴中國 所以你看之前 文在寅這五年來 這簡直是荒唐至極 基本上把韓國賣給了中國 隱形業上來 他成親美的 但最後他現在態度又開始曖昧了 這就是因為你逃不出中國的手掌 你一直靠中國的市場 產業依賴很大 一定會太大 但是其實這個也很危險 不管你跟中國什麼關係 中國已經都沒有消費力了 未來中國消費力會急劇向低 他們這兩天不是 前兩天不是公布了嗎 他們的外銷減少百分之40 外銷減少百分之40 也就是說整個產業供應 是已經斷掉了 這不是說我自己講了 我四個月前我就開始這樣說了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他們說人家說他有百分之三的成長率 我說至少副百分之30到40 副百分之40的資料已經出來了 你覺得他有可能再恢復起來嗎 供應鏈好不容易建立起來 我們台灣人幫他搞了幾年才建立這個供應鏈 世界上經濟有那麼好搞 現在就沒有窮果了 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很多人在這次可以看懂 我是認為不是壞事 不是壞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